再来轻松一点的话题 其实现代人健康意识逐渐抬头 不少国家相继对于含糖饮料开始课税 法国也从2013年开始实施这项政策 让不少的食品业者在配方当中减糖 然而对于健康有害的不只是过量的糖 法国的国民议会准备提出建议 有意对于太咸的食品也要课税 而早在中世纪 法国皇室就曾经课征盐税 当时盐的买卖由皇室垄断 平民一次只能少量购买 而盐税也在1945年之后永久废除 不过法国的国民议会就建议课征盐税 并非盐的本身 而是基于健康理由 针对食品当中的盐分来课税 例如调理包或者是面包 借此来促使食品制造业者减盐 而国民议会更提到 法国每个人平均食用了10到12克的盐 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天5公克的两倍 因此希望食品商来帮助消费者 去除吃太咸的习惯 而在产品内少放20%的盐 不至于会影响味道还有食品安全